啊 好美喔 真的超美的耶 為什麼叫松樹林 你看 整個都是松樹林 很棒 這邊是祕境 所以目前還沒有很多人知道 它是在 洩洪啦 你看你看 哇 多好啊 這邊的樹都好大顆喔 在樹蔭底下 之前來的它沒有整理 它比較脹亂 現在整理好了 綠化也做好了 真的還蠻舒服的 小舅舅要去哪裡 我們今天要來去 看一下石門水庫的熱門車播點 以及尋找媲美 招物碼頭的秘境野營點 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請記得先幫我 訂閱 按讚 分享 打開小鈴鐺 跟我走 GO 又到了歡樂時光 吃飯了 現在進來大溪 大溪這邊有一家 網路評價還不錯的一個麵店 我們中午就吃這個了 乾麵雞 乾麵雞 走 這家店 不只網路評價高 也蠻多美式節目來拍攝的 好 放這個麵店 給我一家 謝謝 謝謝 這順子是最好的碰到的 讓他講好講 這邊的招牌 看起來很厲害的感覺 它這麵很Q 然後這麵有一點點炸醬的沙茶的味道 我只煮到甜辣醬的味道 味道算還蠻特別的 有他們自己的風格 這個餛飩包的很紮實喔 這湯算濃郁的 滿有多早味的 它上面這個是 很特別是它怎麼會加九層塔 九層塔的味道 我們現在吃完了中餐 往下一點走了 剛才吃的那個大溪 這邊那個評價算蠻高的一個麵店 不過我怎麼吃起來覺得 有點偏甜 我心裡這麼好到 我個人 我個人 還沒有很喜歡 東西都甜對不對 那就是個人口味不一樣 可是它在網路評價還算很高 這是可能個人口味吧 好 好 往下一站走了 好美喔 這個水庫是 石門水庫 你呢 差一點點跟你說 這是夜潭水庫 超美的 你看 下過雨後 很漂亮 你看喔 每個地方都有感覺 都有瀑布流下來 你看那邊有一個 那個雲霧繞 你看 真的超漂亮的 你看 你可以從這邊看 水庫 你看感覺就是滿水味的 我們現在就不用煩惱水的部分囉 超美的耶 這好像 成仙在住的地方耶 你看 你看還有瀑布 從這邊景觀台看 真的超美的耶 這種天氣 又涼涼的 還滿舒服的 是啊 在那個石門水庫這邊 羅馬公路這邊 有一個 車伯秘境 要來去那邊 微車伯一下 來去看一下那個 秘境 車伯店 是啊 哇 我這樣來看過 那種我們台灣的 這個 石門水庫 真的 下雨過後才知道它的美 這陣 這陣子我剛才有那個 露雨過 風太過 露雨過 都滿水味 對啊 對啊 才知道它的美 真的 超美的 何必跑那麼遠呢 北部就有了呢 北部就有了呢 在這裡還要搞啊 是啊 是啊 要搞啊 來這裡再露燈好了 我們這個秘境 是那個 石門水庫的湖井第一排 然後這邊有一個國小 國小旁邊它有一個 鎌馬店 鎌馬店喔 右邊 這邊會有一個那個 站牌 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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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這是那個 野營點 沒有廁所沒有水喔 野營點喔 對啊 野營側破點 廁所要自己去挖就是 嗯 要自己帶廁所 那邊也不能挖 哇 哇 我看到湖井了 啊 超美的 哇 氣勢多蓬勃的一個湖井 怎麼近 喔 超陡的耶 很陡喔 小心小心 真的 哇 真的是 真的湖井第一排 超美的 湖井第一排 超美的 哇你咧 這超級秘境 還有素衣架 哇 來這個直回票價 我跟你說 可是這邊那個 轎車進來 有一些坑洞 要注意一下喔 哇你咧 但是它很陡 要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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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邊的 清潔要維護一下 這是水庫耶 是 是 我們現在已經有人在這邊賞 賞湖井了 唉 我們來這邊吃下午茶可以嗎 可以耶 可以耶 吃個下午茶 哇 哇 超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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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超級美的 沿路都是超美的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是石門水庫的秘境野營點 如果說我們Google要設定的時候 這邊請你設定 是 松樹林 碼頭 哇 這真的 哇哩咧 為什麼叫松樹林 你看 整個都是松樹林 很棒 真的是 浮井第一排 你看我們看過去那邊 就是阿姆坪 然後這等於是阿姆坪的對岸 也是等於是 石門水庫 我們常去的時候 石門水庫是桃園 這邊的話就是等於是 關西這一邊 復興鄉這一邊 現在因為前陣子剛好下大雨 現在是 哇 真的超漂亮的 你看那一片的烏雲 是不是那邊在下雨 然後這邊沒下 那邊在下 說真的這邊的那個 車泊點 這邊的野營點 不輸日月潭的那個 招物碼頭 真的 超漂亮的 而且在下面 下面這邊 就直接可以大樹下 裡面就可以車泊了 可是這邊是 它沒有水測 這邊就是野營水測 自己要準備來 可是來這邊要注意 那個 小黑紋還蠻多的 因為這是野營地 小黑紋真的是還蠻多的 這邊是祕境 所以目前還沒有很多人知道 它是在羅馬公路這裡 然後羅馬公路這邊 有一個長興國小 長興國小 對面這邊有一個小路 車子過來大概五分鐘 這邊也是無人管理的 那安全部分 自己請要自己注意一下 這個 石門水庫這個水 是我們喝的 對 再麻煩也要幫我們珍惜一下 嘿嘿嘿嘿嘿 要把自己的垃圾帶回去 超級美的 太唯美了 在這邊如果感受到 夕陽 或是日出 你會覺得都是超級無極美 你會覺得都是超級無極美 靜靜的在這邊 不管是車伯在這裡 或者是為車伯下午茶 真的是人生享受 我們現在離開了松樹林碼頭 車伯點 可是 真的很捨不得離開 超漂亮 超漂亮的 這個點 我下次會再來的 一定會再來的 是免費的 野營點 是回頭率很高的 嘿嘿嘿 好吧 我們離開這個點 我們下一站走了 來吧 洩洪啦 你看你看 哇 多好汗啊 你看 多好大啊 你看 哇 這邊的 林浴大樹 真的超美的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點 是石門水庫的南岳停車場 那這個停車場的話 在網路上有很多人評論說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好的車伯點 它是免費的停車場 可是 我們剛才進來石門水庫的時候 他說一部車是收多少 120 100米 那 收到六點 所以這個停車場是免費的 它有水側 它水側有兩邊 我們來看一下 算還蠻大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入門口 這裡是它的水側 它的水側 有男生女生 應該也是24小時開放的 洗手台 男生女生的廁所 那這裡是它的停車場 哇 這個停車場是蠻大的 超大的 它沿路都會有 垃圾桶跟回收桶 也是有大樹 每一個都是大樹 在這個地方休息 是真的還不錯 可是 可能真的是也要低調一點 這個停車場 哇 停了幾個百大 這邊有垃圾桶 也有回收 可以使用 可能是我們剛好是下雨過後來吧 所以感覺涼涼啊 這邊的樹都好大棵喔 在樹蔭底下 在這個林蔭下 對啊 走一走散步一下也不錯 享受一下分多精 還有這邊 哇 哇 好棒 那個是在洩洪嗎 不是啊 調節性放水 放水 放水喔 哇 現在四門水庫 可以多到水要放了 你自己看 放在下游下來了 你看 老樹下 龍樹下 可是在南院停車場這邊 進來的時候會有個告示牌喔 本停車場禁止露營烤肉搭帳篷 如果說我們有車友 要來這邊進行活動的話 請自己斟酌考量喔 我們現在結束了南院停車場喔 要往下來站走了 我們現在來到了阿姆坪生態園區 這裡也是一個很好的測播點 這個停車場喔 哇 差不多四五年以前來喔 還很髒亂啦 現在來整理得很漂亮 我們來 探一下 這個時候已經有兩三台在這邊排位置了 你看看 平日喔 鍋裡來放開人就很多了 來探一下啦 它停車場沒有很多啦 大概二三十個位置 可是綠化的做得很乾淨耶 哇 你看它這邊的船 我們從這裡喔 從阿姆坪生態公園這個地方喔 看過去對面啦 對面這一邊 就施房祕境野營點那個地方 正對面而已 這個時候來還蠻舒服的 這邊還有一個涼亭啦 哇 好涼喔 在這邊可以看到整個十門水庫的景耶 還不錯 之前來的時候喔 它沒有整理喔 它比較髒亂啦 現在整理好了 綠化也做好了 其實 真的還蠻舒服的 這邊車部有個好處 它這邊有 水側 水側也是新的 還蠻乾淨的 我們探一下 這個是水側 有分男生跟女生 有洗手台 還蠻乾淨的 這邊也有個小商店 白天來它是有營業的 它有飲料 還有熱食可以使用 還蠻方便的 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分享到這裡 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 打開小鈴鐺 掰掰 hydrogly 那就請み 買點 卡 5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